来看一下504这一题 504这一题 OK 504它这个难易度中 然后首先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相关的数据 那当然各位可以 大概可以拆成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右边这一块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中间这一块 中间包含上面 其实上面跟下面这一个部分呢 它基本上就近色出来 那这个部分就比较简单 那第三个部分是左边这一块 所以应该可以去个一二三 那理论上来说 三二一或一二三这样画过来 其实都可以 不过看起来 应该是从一二三的顺序来画 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这一题大概的一个样子 那有些基本数据 我想这个也一个一个来看 那其实画这种复杂的图 很多同学光看到这个图 就已经有点头昏了 不过呢 基本上按部就班 还是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学期 主要训练给各位就是说 我们有浅入深 有比较简单的图 慢慢越画越难 那另外就是说 要让大家懂得 怎么去把图看懂 不是说马上画 但是你至少要看懂图 它到底要怎么画出来 那将来 你无论是要画哪一种图形的话 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那这个当然是比较重要的 不是说只是纯粹 就是说功能你了解 但是将来要画一些图 你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下手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个第一个 我们从右边 那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从外面画到里面好了 比如说由外到内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同心圆 那总共有几个呢 这边有五十 对不对 那在里面的话 再往里面的话 有七十二 再来五十二 再来是二十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先画出四个圆 所以你可以画四个圆 四个圆画出来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 我的习惯是把它改成半径 那这边五十 三十六 再来是二十六 再来是十 你画四个同心圆 那画完毕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什么呢 处理里面这个 这个有没有 双线 那这个双线部分的话呢 题目里面是让我们知道 这相关的讯息 这个讯息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可以用计算的 那是怎么样做计算呢 实际上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 它原则上它的角度呢 是等于有几个呢 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那基本上哦 这边它的角度 这边有个角度是从这个中心点过来 那这个角度的话是几度呢 它没有提供给我们 不过呢 我们可以用算的 那这边的话可以算出来 不管它的这个角度 理论上是应该是多少度呢 是应该是负 负几度呢 哦 这边呢 应该是负十五度啦 你们稍微记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是负十五度好了 OK 那这边负十五度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哦 我们就是要把这边的 这边还有其他相关的这个 另外它是左右各 左右哦 它是这条线画出来之后 那左右呢 各有一条线 所以呢是偏移 那偏移多少呢 这边哦 其实应该是从这边看会比较清楚 它有一个有没有 一个详细图 那里面的话呢 二那所以左右偏移 各吧 各一 那中间的话会有个R R多少 R6 所以这边的话会需要到时候再画一个 六的一个半径的圆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到时候画出来 这边是从这个中心点画出来 六 有没有 那这边中心点画出来 这边有一个切一个 那这边又一个画一个 有没有 会这样子 然后最后的话呢 把它切割开来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有个角度二十 也就是说这边呢 我们如果说要画出这边 这边一个圆嘛 这个圆多少呢 题目里面有给我们 这个圆的话是多少 是四有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你这边可以画出一个四个圆 然后画出四个圆之后的话呢 再来它旁边有这一条线 那角度是多少呢 它这边二十 所以一半的话呢 这个角度是多少呢 这角度是十 就是这个角度是十度 可是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前面有遇到蛮多 类似像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图形 那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呢 必须利用什么方式呢 因为它在切点上面 我们无法用什么呢 用那个极座标来做 所以通常这边会用什么呢 距离 比如说我距离多少 距离我不知道 我给它 这一百好了 那这个角度应该是多少呢 这边注意啊 这个角度应该是降坏个十次 有没有 那这个十次的话呢 我们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那个绝对坐标 这边零度的 九十度 那这一百八 加上十度 那这个应该是一百九 所以这一条线 如果你要画出来 你可以给它角度到一百九 那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把多余的线段裁掉 那另外一边你可以用什么呢 这个镜色 然后做出另外一边 那最后呢 用它环形正列 如果环形正列比较麻烦 这个地方还多一个 这个 这个形状 这边有个切 应该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形状 那我们要把这个形状做出来 这里面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 题目里面有没有交代到呢 这边有一个二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呢 这边切切半 半径为二 做出来 那最后的话 做一个环形正列 然后把这个部分呢 做出这个形状 不过比较麻烦是什么呢 比较麻烦是这一块 因为你会发现了 这一块怎么做出来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而且还必须要刚好怎么样 刚好这边是半径为六 这边也是六 这边也是六 好 那你做出来之后呢 你在环形正列有六个 这个地方是比较难一点点 那不过怎么做呢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做个说明 怎么做 那这部分如果画出来之后的话 那再往中间 最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右左边的部分 那左边这个书子 其实这个复杂度也很高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一个墙图 这个墙图里面它告诉你说 这相关的距离 那里面的话呢 最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到底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当然我们将来 这边需要用正列的方式来产生 不过这边有总共有几个呢 同样的有几个 你们可以算算看 从下到上 其实呢 当然如果说你要去考证照的话 那你现场数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光数这个 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那这边的话呢 从上到下 我跟各位讲的这种29个 29个 那这边的话呢 从上到下刚好29-1 所以这边28个 那要怎么做出来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细部 它这边有给我们 那它的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什么 1的半径的小圆 那做出来之后 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用圆 或者用做个弧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呢 用那个正列产生 产生这个这个主 那这边29 另外一边是28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另外一边 这边是用弧 产生或者用圆 产生 可是这一边 特别注意 它的关系是什么 切切半 它并不是一个弧 也不是一个圆 所以这边的话 你不能画错 画错的话 结果也是会错 OK 那我想各位 先把这个图 稍微了解一下 等一下我们一个来完成 123的这个步骤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